来到南京以后 那个时候 其实女儿来到南京读书 那个时候我父亲刚好摔了一跤 在我就在新疆 也是照顾父亲 后来 父亲康复了以后 我就在那想着女儿 读大学就是几年的时间 那以后紧接着就面临要工作 然后就是谈恋爱 再就是就要有自己的家了 就很快就会跟我很熟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当时就想着说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牵挂 然后我就跟女儿就在说 女儿就说那你过来吧 他就来南京嘛 就这样子就从新疆家路来到南京 来到南京以后就 因为你要生活呀 要生活 然后就通过这个 那个时候叫五八同城 找工作 就在网络上就找了五八同城 结果就有一天就是这个叫当时叫五八到家 一个家政公司就联系到我 然后去到家政公司去面试 他就说 他看你这个整体条件好像也挺不错的 你要不要去我们公司就是总部基地在无锡 他有一个这个叫非用培训班 封闭两周培训就是免费的 培训完了以后你有一个非用的一个 的联业证 然后你再回到南京来呢 非用的费是 非 非律宾的非用 是非利宾的非用 那不是菲律宾 为什么叫非用 它是非用是一个属于类似一个专业的一个 比较就是现在你看包括在香港这边的话 很多地方他都是在在用非用 嗯 呃他们菲律宾那边的话就是女孩子嘛 就相当于像女孩子上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在培养你的一种好像服务的那种意识 完了以后 你到了这个一定阶段以后 你要愿意 将来你想要出去 去做一些这种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专门上这个 备用学校 所以这个 现在好像就是在 咱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话 备用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那个年 应该在17年18年的时候 好像备用这个概念 也就进到咱们中国 所以我一听 因为我在深圳待过一些年 一些一段时间 然后跟香港很近 我知道这个备用 所以我说 那去学点东西也没错呀 那就这样子去了 去了以后 我的备用证还没有拿到 那天刚刚 就是最后一天结束 突然南京那边的 家政老师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现在有一个 这个家政的面试 你能不能面试一下 我说我还没拿到证呢 他说没关系了 这个你们主要是去那边学习的 基本上都能拿到证 那时候我明白了 就这样子 我还没有回到南京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敲顶了 就是一回到南京 就马上就上火 就这样子干到 18年19年 到2000年 2000年疫情来之前 我好像是 我听到感觉有点不对 我觉得有点好像 有事要发生了 我赶快就下户了 下户就 那时候女儿在移兴呢 那时候在移兴上班 我就去移兴 就带了一个春节 就刚好武汉 到武汉分城 到武汉解封了以后呢 我这边江苏基本上 好像问题也不大了 我又跟女儿一起离开 这个江苏 又回到云南 又在云南 又带了一段时间 这个家政收入还好吧 收入还行吧 就是说 一直有连续工作吗 在那里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这已经非常好的收入了 6000块 那个时候我已经48、9岁了 我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话 人家一看我这个年龄 不会要我的 你知道吧 没有人会要你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 那么多年 这个家庭主妇的这种经验 就刚好也让我做这个家政 比较得心应手 就比如说你家庭的打扫 还有这个做饭 还有就是一些 辅助这个带个小孩啊 还有或者是照顾个老人啊 那种 我觉得我还算是干的 比较得心应手 然后这个如果遇到好的家庭的话 你做得非常开心 你自己的价值也就好像觉得 也别人认可你 你自己也感觉 有比较有成就感的 虽然说是很不好听 做家政 但实际上我这个 没有没有顾虑到 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想嘛 就是说像我们女性到最后不是 年纪再大一点 给自己带小孩子 小孩子会给你发六千块钱工资吗 对不对 那你有可能你还要看小孩子脸色 你女儿不一定 或者你儿子 你不一定就说 能够干的都让他们很开心的 对吧 你在别人家里面做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雇主怎么样都还好吧 雇主的话有一些 你看运气吧 看运气 就是你遇到非常好的雇主 真的 就是各方面都对你很关心 很关照 这种的话就是 相对啊 他家里面的这种层次非常高的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素质也在那 他知道他在用你 他不会把你往废里面用 而且他时不时的给你一些关怀 或者一些关照 然后他让你安安心心的在他家做事 不会给他在后面弄出一些 其他的新问题出来吗 对吧 也有那种让你觉得 很痛苦在他家一天都 待不下去的那种家庭 有这种家庭是属于哪一类呢 爆发户哪种家庭 就是可能突然之间 很很有钱了 然后家里面装修的跟那个宫殿一样的那种 那那那类 就是我我那么多年 其实去了很多地方 我能分辨出来哪一类是书香门第家庭 还有就是政府官员家庭 还有就是这种爆发户家庭 区别非常大的 你知道吧 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这种这个工作 这几年下来 哎呀我自己也是让我觉得 我之前的人生经历 跟这几年比简直是太low了 真的太low了 这几年让我大开眼界 就是结合到现在那种状况 就让我感觉这个 整个目前的这个社会的状况 就是就像一个大的精神病院一样的 真的确实就是家家都有本来念的经 有一些有一些家庭就各种原因嘛 有一些家庭真的就是自己家庭内部的那种那种问题 就好像跟你说那种爆发户那种家庭 那以前可能就是确实生活状况一般突然之间有了钱了 然后有了钱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了 然后把一个家搅的翻天覆地啊 就说有了钱之后也没有换来幸福 没有 就夫妻之间也是打打闹闹 没有 对对孩子对老人怎么样 哎呀我天那种 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很很虚的东西 我是个北方人 我听到他们说话那种 我一听我就觉得太虚了 因为我到了这个年龄 我看了很多东西 我是不看不去听你说什么 我只看你做什么对吧 看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啊 你你就会觉得天哪 原来这个富贵人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是真的 很有意思啊 就跟你 相比较而言 政府官员和树香门第的要好些 树香门第的话 他会有一种那种家庭的话 他特别的就是就是跟你怎么讲呢 很尊重你 然后你在他家里 你都不好意思弄出很大的声音来 因为那个家真的很安静 你知道吧 又非常的干净 就是因为自己 他们对这块也会有一些要求嘛 就让你觉得有些时候反倒 也是没有那种 怎么讲呢 就是树香家庭还好 那有一些所谓的那种 官员吧 或者是一些这个 那种家庭 那个才叫 有时候就要怪异吧 那种 哪里怪 怪就怪在 大家如果说是 做了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 基本上这一类的家庭 都是夫妻之间都是 形同陌路 真的是基本上是形同陌路 但是他还要做的 表现出来给大家 我家庭很和睦 我不是说想要说哪一家的那种坏话呀 或者什么样 我的观察 我喜欢观察 我真的 我做什么事情 我喜欢观察 我不会说太多 但是我喜欢看 就是一些细节上 你就能看出来 夫妻在一个房间睡觉吗 分房 都是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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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人跟没钱 就是官员都是分房 都是分房 基本上我在南京接触到这个家庭 上了50岁 都是分房 基本上都是分房 他们这个生活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个打个比方 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他们有些另外的一些个人的那种 涉及到这个不想被对方知道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保姆点能发现一些 这一块我倒好像我没太注意 因为我这人就是我会观察 但是我不是那属于窥探 我没有那种说是想要去找一些新奇的东西 没有那种意愿 有没有他们因为付了钱 会出现比如说客扣的问题 比如说会出现就是没有理由 但是对撒气的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 有没有男主人会进行骚扰的问题 没有没有这类没有 我跟你讲就哪一种情况有呢 就是像这种年纪大的这种家庭 基本上还有这种 包括包发户在内这种家庭 他在这个你的薪资上面 他绝对不会克扣你 因为他要顾虑到自己家庭的安全 特别是这个杭州这个这个保姆纵火案以后 他们很担心 就是你在保姆这里有一些担待 害怕出一些状况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来到你家阿姨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所以薪资上面基本上没有没有克扣 但是有哪一种情况呢 年轻人会 年轻的小家庭 他们也不是缺钱 他是 咽不下这口气 就说 你在我家坐 坐得好好的 你突然说要走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我就要扣你 扣你几天的钱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他是出于一种年轻人的意气用事 可以理解 但是上个年纪的人一般 就我观察下来 对家政就是保姆阿姨这一块 只要你阿姨不是很过分 基本上都还算是善待的 还算可以 有极个别的那就是确实性格上有问题的那种家庭的话 他你的薪资上不会可扣你 但是你在他家吃 可能就会让你很难受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做了一桌菜 你做好了 到他家的时候 我自己是很自觉的 我一般我不会说要跟主人家去做一桌 一个桌子上吃饭 是因为我也觉得不自在 人家一家人做要聊个天呀 有个什么 你有一个阿姨在那里 好像有些话也不方便说 我自己会留一些饭菜放到一边去 那有的家庭呢 我有碰到一家 就是属于 我不知道他是属于那种什么心态 可能是 我也觉得是精神上的一种疾病 他要吃 就是你一个人 家里面就他一个人 我要给他做四个菜 炖炖 要做四个菜一个汤 而且都是那种大份的 他吃不了什么 全部吃光 不用 全部吃光 一个电饭包 一次要做四杯米 他真的 你能你给他留多少 他真的一口汤都不会剩的 我一开始去到他家 我不知道的 你知道吧 我以为就是说一个 他相对比较能吃 我还不好意思 给自己留菜留太多 我就相真性的留一点素菜 因为我自己这个年纪 有些那个荤的那些 我也吃不了多少 我就留一些素菜 结果我发现 留点素菜在那里 到了他吃饭要吃差不多 将近一顿饭 平均要一个小时四五十分钟 有时候时间长的话要两个小时 那三顿饭 五六个小时呢 每天 早上的时间要好一点 早上的话大概也就是连做到结束 可能也就是两个半小时 中午跟晚上非常煎熬 你知道吧 然后他老公他们两个出去旅游 回来了以后感染了 感染了以后把我也带着感染了 还有他家宝宝也感染了 感染了以后我就有点状况不是太好 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也有点害怕了 我觉得不行啊 这家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个食物上那种营养啊那种 我不能这样对自己啊 我就 回来休息了两天 休息两天以后我就想到我在回去的时候 我自己 我买一袋鸡蛋 买了一袋奶粉 然后去到他家 我还给他解释一下 我说哎呀 我已经生病了 然后医生说要让我补充蛋白质 这个这个那个什么 我就买点鸡蛋 买点奶粉 我自己吃一下 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平时都不吃这点东西 吃 你知道吗 他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告诉你家里面要煮几个鸡蛋 就不给你留下 没有 那包餐的呀 是包餐的 那为什么这个没有份呢 我就跟你讲这种人你想不明白的 他这是属于 不会疏忽吧 他也不会说 不是说那种 好像说客客你还是怎么样 他是属于那种自私 就是或者是属于一种病态的 主要有东西我就一直吃 我要吃 我要把它吃完 全部吃完 他没有想过阿姨 他不会想着说阿姨 哎呀哎呀 你那里够不够菜 你在添点菜或者怎么 从来没有说过一次 早上说要煮什么早餐呀那种 煮六个鸡蛋 吃六个鸡蛋 从来没有说阿姨你自己也煮一个鸡蛋 我倒不是说我在意哪一个鸡蛋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干活挺辛苦的 后来我就想到我为什么那回一下子就被感染了 就是他夫妻俩感染了 然后就传染到我 然后我自己年龄也下降了 因为比较辛苦 然后你养人也跟不上嘛 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啊 我得也要自己想办法呀 那就自己买鸡蛋回去 买鸡蛋回去以后他没有任何旌旗 他觉得好像很正常的 然后阿姨那你那个鸡蛋你要分清楚 你把他放在那里 就害怕我的鸡蛋跟他家的鸡蛋搞毁掉 然后把我把他家的鸡蛋给吃了 就是说我做饭他是非常认可 真的每一顿 有四个菜一个汤是扫的干干净净 一大包饭都是扫的干干净净的 不让后面人吃了就这个意思了 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可能要不然就是生 可能是病 病态 他可能是不定时故意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不然的话那个没错没错 我能理解的 但是这种时候我自己就得想办法呀 我不能干着活到最后又没什么吃 完了以后又那个什么对吧 所以就是做家政的经历 这真的挺有意思的 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苦哈哈的 你们做家政这个是不是就跟过去的 那个叫什么那个小 哎呀我想起来了 说是苦大仇生的 要被人怎么样剥削那种 倒没有 也是要看你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然后能把这个家的生活 各方面能够照顾好安排好 还是我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有休息吗 有 一个星期休息一天 对 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就是住家的住家的话就没有小时了 看他家里面的这个状况 一般家庭的话就是我做别墅做的多 别墅的家庭的话去到他家我会直接告诉他 就说你我打扫卫生呢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呢你家楼层 两三层的三四层的都有嘛 然后还要做饭 我说不可能每天要全部货 那就很有一些很通勤达理的这个雇主家 他就说那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你今天做一层明天做一层 那个轮着来都没有关系的 有这样的家庭 那有一些家庭他就不行 有些家庭的话 他只是这个面积也不大 或者是那个怎么样 他就会给你找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干 就是各色人等都有 但是就是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嘛 大家在还在他家做事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客气 但是你不做了以后 就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人的这种三六九等啊 是刻在心里面的 真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你去到他家 你就是他家的人 或者是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是我家的用的人嘛 对吧 但是你一旦不是我家用的人了 离开了 因为我有听过雇主聊前任 前前任 所以就是我心里面很清楚的 当然我跟这些雇主 从来没有因为说是 就算是我干的再不开心 我不会去跟他们争吵 我找一个理由 下户就行了 要不然我就生病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我不会去跟他们去吵 因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你站在什么立场 你就跟人家吵 对吧 就肯定就是说 你做的不好 人家才会嫌你这 嫌你那 说你给你找一些事 那不好不认可 那就离开就行了 对吧 但是还是很多 我听过我们那个同行里面 很多就是要跟顾客 就是跟雇主家里面去吵 然后后面还有去 要说要打官司 要工资的这种都有 这些事情都有 你感觉就是 在这些相对富裕的家庭 他们的那个 好像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快乐 夫妻都是分房 然后没有共同的语言 维持一个表面的一种和谐 我跟你说一个家庭的例子 这种这个家庭呢也是在别墅 是在别墅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在玄武部旁边 你就想着非常棒的那种家庭了 我去到他家以后 我发现他家里面很诡异 就是不是说诡异了 就是那种感觉怪怪的 做好饭了 一家人分三批次 这家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爸爸妈妈和女儿 女儿是离了婚 离了婚呢 他生了一对双胞胎 只带了一个孩子在身边 另外一个孩子可能给了男方了 然后他们三个孩子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在这个 这个应该是属于外公外婆家 没有在外公外婆家住 那这一家就是外公外婆跟女儿 吃饭的时候三批次 妈妈先下来吃 吃完以后走了 然后爸爸 爸爸吃也不做妈妈那一桌 做这边的一桌 另外一桌 然后女儿 爸爸吃完了以后 女儿下来 去 一家人只要是碰面 就是那种 就是说话都没有好气的 我不知道他家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就是让你做事的人 都觉得莫名其妙 你知道吧 就很不舒服 家里面三台好车 请了两个司机 不差钱 不差钱 就差点和谐 不是差点和谐 就是那种 那种有钱的日子 你说是人过的吗 真的 我觉得那个 比起他过的还不如 我这个拿六千月星的 这个阿姨快乐呢 对的 对不对 是真的 就是 平时也不上班 不上班 难的就是一说出去 可能就是要出差 或者怎么样 出去个两三天 然后回来 回来也在房子里面窝着 也不露面 那外婆就是没事了 寻试一下 每个楼层寻试一下 看看你卫生打扫了没 要做饭的时候 下来看一下 你做饭的时候 有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来做 他的要求是什么 那个菜买回来 必须要换塑料袋 就是从外面 购物带回来袋子要换掉 你知道吧 换掉以后 放到冰箱里面 你做的时候 把菜摘了 放到水池里面 要倒一些一种类似于这个消毒的这种粉末 要泡 泡了十分钟以后好了 还要拿这个水龙头 拼命的在那里去冲 冲完了以后 把那个水沥干 这样的操作了以后 你才能去炒这个菜 你有想偷个尖耍个滑 说哎呀 太麻烦了 我还想快点把菜炒出来 说漏掉没有泡那么久 他都能知道 他能知道 他应该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摊头 应该是有摊头 他可能估计害怕 你在他菜里面下什么东西 我估计可能是担心 所以就是 命之前 对对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他不快乐 他见谁都不快乐 特别是你 他见到比他快乐的人 他心里面很难受 你知道吧 所以那一家我也就干了一周 没法干 没法干 要疯掉 受不了 我做的最好的一家 不是南京 是江苏 雷云港那边 那一家家庭 非常好 当时他是去到公司 然后我是面试另外一个家庭的 他当时在 可能我们俩比较有演员 他一见到我 他就跟我的那个老师就说 这个阿姨 我能不能跟他聊一聊 然后就 老师就安排我跟他坐在那里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说问了一下他家的情况 他说他家里面有 有两个孩子 大的不用管 就是管一下小的 然后给他家做个饭 儿子跟儿媳妇呢 都是在政府部门上班的 然后这个比较忙 小孩子就是小儿子 这个所有的事情就要靠我了 我当时其实我很不愿意接这种 有小孩的那种家庭 就是半大不小 他那时候小孩三岁多吧 很不愿意接的 然后那个 但是奶奶非常诚恳 就说哎呀 我就看到你 我就觉得就很有演员 然后你这个看得也干净利索 普通话也说得好 我希望你能到我家去 然后我就 我就问他 我说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你问 我说你对孩子这一块 就是孙辈 你觉得奶奶啊 爷爷啊 如果是 这个惯着他们 你怎么看 因为很多家庭的话 他就他都会说 哎呀 那孩子嘛 隔代隔代亲嘛 那我肯定就是孩子要怎么样 我尽可能的去 他他可能是秒懂我 他直接说我们家不惯孩子 我跟爷爷都不惯 哎我一听 因为很多家庭都是这种 非常交惯孩子的 那个你没有办法带 那个纯粹就是给你 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孩子各种这个 就是撒泼打横 因为只有在他的家长面前 这些孩子我跟你讲 与生俱来的会察言观色 我已经看到 有三四个孩子 这种家庭孩子都是这样 就是其实 从另一个角度啊 我做这个家政 说句良心话 南京这个家政 这个行业啊 会毁了一批孩子 真的会毁掉一批孩子 包括现在的年轻人 年轻人他有 有了这种家政阿姨 他觉得花了钱了 孩子可以交给你 然后我家里面的这些家务 包括女人最基本的 做个饭 他这些都可以不做了 你都不做了 你的孩子以后会做吗 你能保证你们家 一直都能用得起 家政阿姨吗 对不对 就是然后这种家庭 他做母亲的责任 他就交给保姆了 保姆怎么样带着孩子 只要保证孩子不磕着不碰着 孩子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况 什么样的一种 这个往哪方面的发展 妈妈或者是就是说 因为爸爸没有关系 这种家庭都是爸爸常在外面忙 可能就是公司的高管啊 或者怎么样 母亲就是全职在家 但是全职在家 两个孩子或者是怎么样 他是很抑郁的 他也不痛快 老公陪伴不了在身边 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好 他把所有的这些希望都放在家政阿姨身上 家政阿姨能力是有限的 他能够帮你料理一些简单的家务 能够就是说陪伴一下你孩子而已 他替代不了做妈妈的这种职责 但是我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家长 年轻特别是年轻的家长 他就等于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泡 丢给家政阿姨了 哪怕他宁愿就说逢年过节 我再给你包个大红包 只要我孩子不出事 只要我孩子不磕着碰着 OK你把他带的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 那家政阿姨怎么样带孩子呢 小小的 从可能开始吃腐食开始 孩子嘛都是有一种就是好奇 他不会说 他为了让孩子吃东西 放一个手机 孩子从小就在那里就看着手机 只要一吃饭就要玩手机了 玩着手机然后吃一口饭 然后吃一吃要下去了 满地追着 他比姥姥爷爷还要溺爱孩子 为什么 他就是要变成一种 我要取代 我要做到 我在这个家无可替代 我可以长期在你家 干 就很可怕 因为我是 有时候去到公司会跟一些其他家政阿姨 有时候会聊一下 我看看他们的做的怎么样 那就是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家政 家政阿姨 我虽然在做这个行业 但是我会观察 包括雇主也好 包括阿姨也好 可能也是我的一种生活体验 你说生活体验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观察在这个行业里面 到最后最终 大家在这里面得到了什么 没有赢家 真的没有赢家 包括阿姨 在那里 这样几年以后 整个身体 垮了 垮了 他们家庭也垮了 孩子都出来会做家务 阿姨 阿姨 她自己的家庭 她要 她就拿钱回去就好了 那家里面那边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不是太了解 但是她自己的身体 就是肯定是 垮得比较快 就是说因为家政这个 就是 特别是住家阿姨 基本上就早上 可能六点多 一直忙忙 忙到晚上 差不多有个家庭 可能要十点多 你才能休息 就是 相对来说 南京这边还算可以的了 那有一些家庭 也会 就是说 照顾一下阿姨 按照中午 可以午休一下 但是特别是疫情以后 很多像我周年 记得一些老阿姨 疫情初期 感染了以后 基本上都走了 我们同一批的 去无锡培训的 有个比我年轻的 都干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身体状况 我呢 我是 去年 才第一次养 那那一次养了以后 让我的整个身体状况 我自己也觉得 哎 真的没有以前好了 阿姨 身体垮了 然后她做这个家政 做的时间也很长 然后后面 给这个家庭 留下来是什么问题 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 只有 自己家自己知道 等到阿姨状况 反正这个南京 这个 不是说南京吧 现在目前 整够了解的 全国的这个家政 这块吧 特别是这个行业里面 分的特别细 特别细 什么月嫂呀 育婴师呀 育儿嫂呀 这块 她细分以后 工资不是就 大家都往上提了 提了以后呢 那所有的家长 就更依赖这个 这些职业的 这些阿姨了 那依赖了以后 孩子在最关键的 这个跟父母亲的 这种感情上的链接 没了 孩子以后 再到个三四岁 四五岁以后 她性格形成以后 她跟这个家 跟这个家庭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那种亲密感的人 她不如跟保姆的关系 如果这个保姆人 有幸在她家 能够做过五年 或者十年的爸 她真的跟保姆的关系 比她爸爸妈妈关系都要亲 这是真的